對,我讀得輸少,沒有你那麼有料,但代表無權發表 怒爆一周時事,真正幫港出聲,幫你出氣,東平洲主持,阿東,林康正 回到第二節的東平洲,剛才說回學聯和林鄭和政改三人組的談判 不過我們就繼續說這個談判之前,暫且我們有很多事情說 這個星期也有很多事情來研究 你的Fan也好,楊揚 楊揚,你的Fan,你的Fan 說完這些事情,法院就頒布了禁制令,有人從民視 這個禁制令是民視的,禁制令,禁制示威人士在旺角、金鐘、一帶集會 在旺角那個集會,聽說是由小巴,不知道什麼小巴佬申請的 一個小巴的聯會,一看就知道那些會是什麼會 潮傘小巴聯會,即是類似,但被人發覺,踢爆是什麼呢 原來沒有,根本上這個潮傘小巴聯會 就沒有路線,經過這裡 即是沒有路線,經過尼敦道,阿加勞街,金鐘、天美道 完全沒有 那你怎麼申請呢,法院怎麼批的呢 所以這些這麼難搞的事情,我們都是找到 那些會有碟法律界的人士跟大家聊聊的 那電話旁邊就有這個潘淑英大律師 喂,你好啊 喂,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 弄一些古怪的聲音來聽聽聽 喂,你好啊 這位潘淑英大律師,我們想問一下你 法院這個禁制令,即是禁制的人在旺角和金鐘示威集會 其實有什麼意義的呢,這個禁制令 嗯,意義就是那些聲稱他受到那個佔領的運動的影響 譬如他說他沒有飯開,阻礙他去找食 於是就希望申請了這個命令,令到佔領的人士離開那裡 嗯,嗯 但其實因為現在剛剛拿的那個,就是一個臨時的頒領來的 是 那其實就應該要去到星期五,如果我沒有搞錯 所以應該星期五就有機會要再回到法院那裡 是 法院就要看他的命令是否繼續延遲,即是延續下去 是 是的 而在延續下去那時候,他也有機會可以 他可能會跟法庭說就是,喂,那個命令出來了 那些人都是不走,不理會我的,假設 嗯 接著他可以跟法庭申請就說,喂,那我要叫一些執達利來 執達利就要去清酒,即是移酒那裡的人 這樣,這樣 嗯,嗯 即是就有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但金鐘那裡,見到中信那裡附近已經有人開始,即是 有所謂執達利還是保安,開始清酒那些這樣的路障呢 其實這個算不算是在執行法庭的一個禁制令呢? 嗯,都 還是其實不關事呢? 嗯,都 但是其實什麼 還是其實不關事呢? 嗯,我相信他們的保安現在都是想執行那個命令的 即是其實,好像早前呢,那就是有一些碼頭工人 那他們就佔據了在長江中心下面 是的,是的 其實長江中心都是靠他們的那些保安,即是 就找那些碼頭工人,譬如他比較少人,不在那裡的時候 那就摔一下摔一下,又可能擁開他的東西 又清一條路出來,即是這樣慢慢摔一下摔一下 即是就拿回多些他們覺得屬於自己的那個空間 嗯,是的 所以就看看佔領人士的那個反應會是怎樣 如果佔領人士其實人數又越來越多 又回去又放了很多的帳幕在那裡 或者做很多的鐵馬在那裡的時候 那可能他就有需要回到各法庭上說 就說,喂,現在那個命令就是有人不聽 那擺明就是藐視法庭 那可能他就要看看有什麼辦法 譬如抄下那些違反命令的人的身份,名字 那他就回去報給各法庭聽 然後就有機會找執達利那些回來 那其實真的是移走那些物品 還有也移走那些不走的人 嗯,是的 那如果執達利和警方同步清場呢 那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呢 有什麼事情發生啊 可以不可以的呢 因為網上有些估計 有些想法就是 既然都是一個禁制令 那其實警方都不能夠清場的 其實是不是誤會來的呢 其實應該就是誤會來了 因為呢 禁制令那方面呢 那方面是屬於民事上面的東西 那所以那個申請人呢 就可以要求譬如他的保安 還有有需要就像剛才說 叫執達利來幫忙清場 那在這個執行禁制令的問題上面呢 其實警察那個角色就相對小的 是 那時候不是有一些佔領者 那他就佔領了在匯豐銀行 是 其實那個命令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那些人其實就不是馬上都離開匯豐那裡的 那個命令呢 譬如說定了一個日期出來 那這個日期就是一個死線了 那這個日期其實你們要走的 那些人結果是沒有走的 是拖到那個死線過了15天了 然後呢 匯豐才找執達利來移走那些人 而移走的時候 那時候呢都是執達利去做的 所以警方呢 就不是幫忙去移走那些人的 你知道就是警察去介入的時候 通常就是有刑事的事情發生 那他們就有一個好的理由去介入 那樣 但是譬如說你說要去執行那個民事的那個命令呢 就是那個禁制的命令呢 那基本上他們的介入是相當少的 但是警方去清場的時候就變成是 他就是在刑事上面來做事 就是因為他會說這個是一個 非法集會 非法集會 是非法集會 非法集會 是一個違法的運動來的 所以他就收訂單 就做事 所以是刑事那方面去做的 明白 那你說兩線一起進行可不可能呢 是可行的 嘩嘩 嘩 嘩嘩 嘩 嘩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問你 Debora 嘩嘩 我想問問這個非法集會 最高刑罰是什麼 嘩這個 我忘記了 我要檢查一下 那秒事法庭那些最高刑罰是 秒事法庭 因為你沒記錯 他的條例好像是 Level 3 即是第三個程度的罰款 以及最高監禁六個月的 那我昨晚有出過Level 3 這個罰款應該是一萬元 即是一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是啊 如果沒有記錯就是這樣 還有這些非法集會 搭在一起 即是兩條褲合在一起 扔都差不多了 其實是有機會 明白 喂 感謝你 麻煩你 別客氣 有機會再談 好 謝謝潘淑英律師 拜拜 拜拜 潘淑英是大律師 也是老友記 也是學生會以前的老鬼 那你對於禁制令 你有沒有補充 好像說要派正本給你 等等等等 即是他要 其實我覺得這個禁制令 其實浪費氣 我同意 即是你本身就已經 那裏已經是一個非法集會 是 那你非法集會 就算你頒禁制令 你也是犯了一條褲 那我又覺得 如果那個理據 你本身已經是一個公民抗命 那你本身是基於一個 一個更大更崇高的理由去犯法 那既然這個崇高的理由 可以犯得佔領馬路 那這個法庭 禁制令這個民視 喂 你做不做到西瓜糕事 現在說明是公民抗命 公民不合作 我用不理你們這麼制令 我一擺明就是 以身是法 即是去要 不是以身是法 而是公民抗命 以身是法 是去偷東西 即是視你的法律 要求你去修改 一些你不合正義的制度 我要你去修改 就是這樣 那要不怕你禁制令 所以你這個禁制令 也是基於一個不正義的 你明白嗎 基於你阻礙人搵食 那這個是不正義的 即是現在欠你的 子子孫孫的民主 這件事本身就是公義的 那你搵食這件事 其實是你自己的私利 不過有夠事嗎 即是你何處各就說 這班學生不代表我 從來我們沒有懷疑代表你 如果你說 現在很多人都說 爭取人不代表他 那為什麼千億人 可以代表我提名 是 其實我們在爭取公家的利益 我們在爭取公家的民生 就算你今天可以吃 好了 其實你今天吃一點點 明天都大家一起餓死 所以我現在嚴正呼籲 如果哪些人還是說 阻礙他賺食 又或者是 你這班人在搗亂 那些人 OK 將來如果有一天 香港有一個真正的普選 我拜託你自動放棄你的投票權 因為你當日是不同意我們做這件事 我們幫你爭取的選票 你拜託主動不要搖 你繼續找你的食 反正你覺得誰做特首都沒有所謂 是不是 還有這班人就不明白 很多人出來 是因為 老實說 是見到很多人都找不到吃 貧富懸殊點點點 又好 是不是先 先要出來希望大家有得吃 今天來有得吃 但是這個制度再惡化下去 繼續去傾斜 像梁振英說 傾斜 其實明天你都隨時沒得吃 如果今天我們不出來 明天可能大家都餓死 我們今天就是再出來 才有一線生機 大家一起出來有得吃 其實這些才是不自私 縱然真的有些人 是因為你佔領 而是損失了 甚至是有影響 我們就要想一下 如何補償這些人 這些責任是要政府 去補償這些人 因為你不肯修改制度 你不肯讓步 所以所有被人阻止損失的人 其實是政府 都要向政府拿回補償 要補償 好像殺雞一樣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其實可以安撫你 亦都可以做些安撫你 當政府不做 我們可以做 這個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有一個可以考慮的是 示威者或者一些生存公義的人 我們自發 不是 基金也好 我們自發組織 向政府申請索償 沒錯 就是我們幫你 你說我妨礙你做生意 不要緊 我幫你組織起來 向政府申請恩惠佔領的索償 是吧 就是你殺雞 殺了我的雞 因為公眾是衛生 衛生是公眾的利益 所以政府補償給你 民主也是公眾的利益 我們應該幫你 幫小商戶 幫旺角的小商戶好 銅鑼灣的小商戶好 一起去示威 向發展局示威 去播歌那裡 或者是拿回公道 對嗎 對 你們遲說 真建超被人打 是說因果 如果你不出來 就不會被人打 這些事情 我真的想說因果 凡是說因果 可以說到無限 就是 政府不肯讓步 學年仔說 你不肯讓步 扼殺了公民權利 遲時不肯放 為什麼 你就說2022年可以放給我 怎樣怎樣 就算有時間表路線圖 你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你一直拖著 不肯放給我們公民的權利 而你一直不肯放 社會就不斷惡化了 所以你放遲一天 社會就死一天 你放遲一天 所有旺角 銅鑼灣 甚至更加之多 在領匯商場的商店 給所有租金趕走的小商戶 都是捱不到 其實這件事才是最大的問題 說因果就是 你政府就是個因 所以為什麼 冤有頭 債有主 現在我們是討債 是不是 幫你討債 沒錯 應該大家小商戶 一起加入佔領的行業 就對了 一起罷貨對罷市 或者真的作為無捐 有錢 不是說笑 你既然周梁淑儀 你可以講到 說要幫警察 賄賂警察 要捐錢給警察 知道你有錢了 你有沒有法治觀念 你捐錢給前線警察 知法犯法 知法犯法 你做過立法會 你做過立法會議員 你這些人渣 那不要緊 你可以捐的 你捐給警察是犯法的 但是我們捐給小商戶 是天經地義 這些就是愛心基金 我們就是愛心基金 但是你那些是黑金 你那些是支持警察 拘捕示威者 去暗角打 一鑊 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 什麼叫公義和不義 你見到很多警察 其實內部都不滿 因為警察是要做些什麼 一出來 維護法治 法治是說正義 以及伸張正義 現在就是 就算那個人做錯什麼 就算他殺人犯 你都不能這樣 拉去暗角打 如果曾建超 做錯什麼 可能撥尿什麼都好 實際上他是撥水 這件事法庭會查 他可能說了 好像當時馬達拉斯 對斯丹說 我想吵你老母 吵你姐姐 斯丹一頭撞過去 我們都要受到他的懲罰 我們可以 如果你打人的理據 是有的 我們最多可以同情你 但是你這樣做 身為一執法人員 都是不對 都是要受罰 是不是 你沒有可能就是 喂 他縱容自己 警察知法犯法 他違反了你警察應做的事 還有 周梁淑儀和張超雄 其實我也要罵 張超雄說暴動到哪裡 周梁淑儀說香港有暴動 我真的看回歷史 我孤陋或寡民 想問他兩位 有哪個地方暴動 去暴動到隔離金譜 銀行都召開了 這是什麼暴動來的 是不是 金譜是召開的 私貨無損 玻璃都沒有爛 在旺角的前線 真的很迷幻 你說暴亂 張超雄 你這個所謂民主派 你睜大眼睛看 你老婆 在這裡衝警察 那邊阿姐還在幫人看照 原來真的有人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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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馬上看她 我都光顧過她 不是吧 在亞加勒 澤媽鞭 澤媽鞭 真的很迷幻 那邊有對峙 那邊有對峙 那邊有金譜 金譜又做生意 那邊那些示威者去看照 那些示威者去看照 並不是說香港的前途 那麼巧意大意 我聽到我偷聽 我拍照的時候偷聽 他說 因緣來說 你根本上 這邊有示威 我想你全球前無古人 後無奈者 如果這一場是暴亂 那強姦 我不知道怎麼定義 什麼叫強姦 你想想 連西人賽 南加賽 行人專頓區 那些人照表演 全部 金譜 六幅珠寶 開了 還在做 玻璃也沒有爛 還要保安 保安也沒有過在門口 各位觀眾 外面的人不斷 很熱血抗命 在公民抗命 在彌敦道 這邊在彌敦道公民抗命 那邊一家大小 強國人在那裡買金 這件事是很迷幻 這些叫什麼 暴動 還有暴動 至少你要有暴徒的角色 暴徒的角色 暴徒的角色 就不是算衣著的 我當你算衣著 穿到全身規格 是不是好 你的手包膠呢 這手包膠 就是叫暴徒 你什麼的邏輯啊 你什麼的眼睛啊 你找了一條片 告訴我 真的拍到一個示威者 追著一個警察 不斷蹤 不斷蹤 我麻煩你見到 示威者手上 除了那把傘外 有武器 甚至我當他把傘 都是武器的話 那把傘 你有沒有看到他 不斷蹲警察 有沒有動作 有沒有一個動作 拍到出來 有 你才好說 沒錯 或者任何示威者 打人燒布燒尺 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 我們煙頭 都整熟了 才放進垃圾桶 你可以見到的就是 雖然我沒有參與 那些傘 第一 你說黃飛鴻 梁哲王飛鴻 都拿把傘當武器 第一 手機去打銀 手機是不是武器 你找一個東西 去攻擊人 就不等於那樣武器 第一 那些傘 縮骨傘 跟黃飛鴻 那些傘 第三 那些傘 是擋你胡椒噴霧 我就不明白 現在我們準備 那些傘打開去 擋你胡椒噴霧 這些要攻擊性武器 那些警棍 一槽一槽打下來 就叫防禦性的工具 就是打穿頭的 叫防禦性 我們想遮你的胡椒噴霧 叫攻擊性 好 我再退一眼步 這幫是暴民 這幫真的是暴民 金鐘的都是暴民 無論如何 為何有暴民出現 自古以來 有暴政 才有暴民 陳勝不說揭桿起義 是因為秦始皇 是因為秦二世 趙高 是不是 你再看看梁三婆 逼上去去梁山 送江他們 是什麼時代 所有你們口中的暴民 去出現 永遠都有暴政 而我們現在出來的原因 就是希望改革制度 去防止暴政 去繼續出現 繼續蔓延 所以你暴政不說 只是說人暴民的話 就算真的退暴民 你忽略了暴政 而你很多人說話 都是暴政的其中一員 你有什麼資格說 所以港珠一定會先 他可以投票 他不知什麼是無形權 你明白嗎 這個世界已經去到 本末倒置 是非不分 黑白混淆 什麼鬼都出來了 其實這場運動 除了在街頭上的作戰之外 其實是撕裂人心 什麼叫撕裂人心呢 也未必是真真正正的一個 是一個基本價值觀的撕裂 其實你見到梁正英的居心 是很大獨特 是黑到不能再黑 他比希特拉更糟糕 希特拉是殺了你 他是搞到你 父子朋友的撕裂 兩世代的撕裂 市民和警察的撕裂 市民和法庭的撕裂 所有人是 完全是把整個社會去鑑操 五馬分屍 你居心何在啊 這些事情 你不可以去譴責梁正英 不可以是人的行為 大哥 他們還說要和諧社會 但是真真正正的 口說和諧 首造撕裂 就是這個政府 你想想 我們這幫人 出來這幫人 無權無勢 怎麼撕裂這個社會 所有的撕裂破壞 必然是來自有權有勢的人 所以很害怕共產黨 就是 永遠共產黨的東西 說的東西是相反的 口說就是和諧 實際就是撕裂 口說就不鎮壓 實際就是鎮壓 這頭談判 那頭搞夠你 所以梁正英說不辭職就正了 應該是會辭職的 還有大哥 其實從七打一 就是從暗角七打 七個打曾健成 曾健超 那些人還說什麼 曾健超 是偶的表態 是偶的表態 然後又說黑社會 怎樣怎樣怎樣 人家遷移選委之一 屌尼老鼠 那些資料可不可以這麼流 不是啊 那些流都還要有人信 我們立法會的議員 中樹根還要share share什麼 還要馮偉光 share那個什麼 他兩次 一次就越南的戰豪 就當了是路象 鐵蓮花 你老鼠 是藝術品 這次還說有很多警察他受傷 你老鼠 你中樹根不是瘋到這樣 不是 他瘋不要緊 他也是立法會議員 我瘋你老鼠 加我們二十萬公帑 每個月的馮偉光 還搞笑 你老鼠 那種喪屍相 你真的去share HKTV那張劇照 他真的當受傷 即是叫Hello韋 那些 即是被人淋香水 你新聞 你都沒有接到這間新聞 你可以這樣相信這些假圖 癡人線 已經成為國際傳媒的笑柄 已經成為國際傳媒的笑柄 你已經成為笑柄 你本身已經是一個笑柄 你還現在是駝症家 整個政府是駝症家 令到我們 他經常說的很可愛 政府的說法就是 令到國際蒙羞 令到國際有什麼負面的看法 我真的拍爛手掌 是雨傘革命正正就是 給到國際看到香港人真正的精神面貌 是全世界人都覺得香港人 是了不起 而你的政府就令到全世界蒙羞 令到中央蒙羞 是你們香港特需政府 是你梁振英令到香港人蒙羞 你還可以厚顏無恥地說出來 你是蒙羞中的蒙羞 我告訴你 你再看一下戰地記者 人家身經八戰 去完所有極權的政府統治下的地方 都沒有被人抓 在香港這次就被人抓 想想 所以我們雖然中非、津巴布韋、詹德那些 東方日報的記者被人這樣批 這些是上了頭條 面對面這樣批 國際版 國際版 國際新聞 不單只是上新聞 所以不是頭條 那張照片 誰令到人蒙羞 是你政府 你令到警員做磨心 第一 然後令到市民反彈 撕裂社會 造成怎樣怎樣怎樣 為什麼你肯改少少 其實你肯改少少 做少少 做少少就做到 你都不肯做 所以學聯仔都說 你對 你給假報告 中央騙了中共的政府 當然 其實是不是隔起來 就不知道 所以 其實關於警民之間的衝突 我這幾天沉澱了一件事 我們又中了梁振英的服 很多人 包括很多網友 其實我們都是中了梁振英的圈套 轉移了焦點 對 就是搞黑警 搞警民的對立 把我們的路火龍精力放在對付警察 你明白嗎 其實我們應該把所有的精力 我們想的所有的 辦法 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是應該對付港共政權 梁振英 六八九 不是對付警隊 即是我們的怒氣 是警隊的 是底屌的 他有很多事情做錯的 曾偉紅是底屌的 他是不是要問屌 他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你要殺千刀 我都覺得難憑我心中之憤 甚至可能你覺得 在警察裡面 支持這邊是少數 他那邊認為自己適合 都不要緊 都不要緊 警察是 不是 真的 焦點 被人轉移了 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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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視線轉移了 上個禮拜 整個禮拜的抗爭運動 是很少再叫六八九下台 好像大家坐頂一顆 他一定會下台 叫民主都少 叫真普選都少 工人提名都少 全部是說警民關係 說黑警 黑警 為何有沒有警察 沒有意思 不要被人轉移視線 第二就是警察 才是我們拉攏 拉攏的狀態 沒有搞錯 你可以對著那幫人 唱生日歌 挑機的人 為何我們不可以對著警察 唱 憑自我 硬漢子 唱朋友 有狀態 情同還仇 一起開心 一起悲傷 彼此分擔 總不分 我 挖你 好像一個人 一瓶水 兩個人去喝喝 警察和示威者 其實這些 我們應該多些做 沒錯 示威者 應該拉攏警察 我說了二萬次 這個運動 兩個字 民心 就算你很討厭 任何戰爭 你很討厭 你很討厭警察 怎樣也好 我都盡過胡椒分擋 又出去打 就算你真的很討厭 你越討厭 你越討厭 你越要做 因為你為了一場運動 你要忍辱負總 沒錯 就是你說 運動的大成敗 就是在於 怎樣可以籠落到民心 你想想 連被影響的商戶都支持你 這場運動 連警察都站在你那邊 沒錯 這樣你就贏了 才是真正的勝利 所以我那天在旺角 在彌敦道 我都跟一些示威者 一些朋友 戰友 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經常說 那不是吧 我打救他 好啊 你打死他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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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一個又怎樣 你沒有槍沒有炮 你不是去打 這場運動的主調 這場運動 我們要爭取的東西 是爭取 智慧的關鍵是民心 民心和平就是你的武器 人愛 人愛就是你的武器 為什麼 我們沒有槍沒有炮 有槍當然跟他決勝負 你又沒有訓練 我們普通市民 平時就屌你了 打機就厲害 你打call of duty就厲害 就屌你了 我就算了 我現在給你一支AK 給你一支SCAR 你也未必屌你了 你也能把警察 捏得贏一些警察 就算你去暗角 你拿警察去暗角打 你有兩百個警察 他有兩百支左鱗 你有兩百支左鱗 你有幾多支AK 你有兩百支AK 跟他對應 你現在不是打仗嗎 你現在真的打仗 你現在是示威 你現在抗爭 不要上頭 不要瘋了 如果你能夠 可以以得步 有人說我軟弱 有人說我左膠 但問題不是 不是的 事實上就是這樣 你如果能夠 你如果能夠 你很討厭他 但是你很討厭 很討厭 這樣想 我就是 我討厭你 我就是要埋你身 我就是要令你 調轉槍頭 你要這樣想 這樣才吃老 你想想 以力服人者就是霸 以得服人者是王 現在我們無權無勢 我們無公權力 我們唯一做的事 只可以以得服人 因為講鬥力 剛才你說的 輸了 講得才能服人 為什麼我們要講和平理性 即公民抗命的和平式 就是因為我們要以得服人 拉攏對民心 你要記住 公民抗命裡面 佔領馬路 是一個手段 你要講公民覺醒 就要靠佔領人心 佔領民心 佔領民意 拉攏到警察和民心 中間的民意 才是你得勝的關鍵 才可以拿到你公民權利 就是你的公民去提名 才拿到你真普選 永遠你要記住 不要賭國為恩 當年1967年 其實港英政府 都很差 對那些工人都很差 但是為什麼民意 是一面倒 去拜港英政府 因為你就出土仔波羅 你就燒死人 你就出暴力 你變了暴徒 你一變暴徒 你打第一拳 我也想打 但是你打第一拳 你就變成暴徒 是永不翻身的 沒有錯 雖然現在的情況差很遠 你永不翻身的 但是如果你的思維 是朝著方向來做 其實就輸了 這場仗 他就是正正想推你 我們是要贏一場仗 明白嗎 你做什麼都好 就算你覺得有屈辱都好 好 我們在無權無勢 無力量之下 是靠道德感召 以得服人 就是不要為了一個 出喊氣發洩 不要為了一個戰役 輸了一場戰爭 沒錯 這是很厲害的 旺角讓你再勇武 再威武 再一個battle 你贏了 就算我看不到哪裡會贏 整個哲平區 你明白嗎 除非你去玩磚頭 放火 你是不是玩這些 你是不是想提升到 好像南韓一樣 如果你既然 成場運動的主調 以及你要爭取的東西 並不是這樣 給你威武一鑊 或者贏了十吋馬路 其實是沒用的 你走著就可以 我覺得守著就可以 一定要堅守 所以我想說 現在我還有一個項目想說 其實林鄭很搞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 跳回到林鄭那裡 你知道嗎 林鄭她說 她沒有隱瞞 她沒有引渡中央 她說她如實 把報告交給中央 這個是居心可測 告訴你 這個是居心可測 那既然 如果你是預實 告訴中央 那現在就是中央屈記 這個責任在中央裡 你把波推向中央 即使香港人和中央對立 你這樣是什麼居心 到底是你的居心 還是梁振英的居心 要香港人和中央 嚴重撕裂 現在學聯就說 你給假報告 那林鄭月娥政府 否認你給假報告 就是中央 中央的思維對著問題 即是中央 中央的思維對著問題 即是中央的思維對著問題 即是中央的思維對著問題 所以這一招就是 可以補充這一點就好 就是 你學聯就沒有這一招 你指出了他的錯誤 指得好 對有理性 做得好 但人家灑回你的時候 你不懂得代入他的角色 即是太極貼手 貼回他 攻回他 學聯仔 火候未到就是這裏 不過依然都很欣賞 他今天的表現 其實我給80分 但很可惜 現實殘酷 你做不到100分的話 場仗都是未贏到的 那場仗之後怎麼打呢 即是唯一我想到的東西 就是升級 即是如果政府寸步不讓 只能夠升級 還有不要讓政府知道 你的底牌 沒錯 即是怎樣走 你不必知道下一步棋 現在知道了 你就繼續佔領 現在政府就知道 你下一步棋怎麼走 所以都 現在戰士去到這個位 場仗去到這個位 更加不可以留戀佔領他 我不是叫人撤走 請注意 因為現在談判已經結束了 又到第二個階段 不要太過留戀佔領區 或者 視線放大些 多元化些 是的 視線放大些 多元化些 有幾樣升級活動 例如你號召包圍一男子 即是包圍某一個地方 一男子 或者你真佔中 即是來來去都是說幾樣東西 不入作運動 甚至是五區公投 即是有些人辭職 其實如果教協肯 叫老師一起罷教 有五區公投 不會搞成這樣 即是泛民主派都是有責任 算了 別管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到底一定要是升級的行動 當然不是要撤走 但要想一下 如何光榮交還旺角給市民 你又贏民心的了 或者三區一起交 三區一起交 但要想一件事是替代的 是替代的 現在的替代是更加強的 一定要有力的 要有力的 要有震撼性的 因為現在只要佔領三區 證實了 力度是不足 不是 開始完結的 即是開始died out 所以功能是died out 所以如果你能夠 反過來想 是光榮歸還旺角 還要夾步鞠躬給市民 是 向所有全國旺角的市民 說對不起 小巴司機什麼都好 小巴司機什麼都好 對不起 我們搞了你這麼久 然後光榮暴行撤出旺角 這件事民心你不上升20% 好像當年反高貼 苦衡 全港大苦衡 就是贏了很多民意 更強過苦衡 分分鐘 好了 沒辦法了 我還說很多話說 不過說不完 因為我們漂亮的濕之蛙 已經在外面等了 所以 在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下個星期是東平洲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最後 有首歌是張開營唱的 撐起雨傘 在Cover version 我覺得很會聽 拜拜 成了幫幫忙 不 sesame 我只不怕 會為他這樣下去倒下 戳 但是人生 悼念这一晚 更怕未表达 耐心腐下 站在前方 勇气拘不杀 却顺悦怕 命运更暗淡 但似谁想 遥看穿放弹 却会在催泪下 争开眼 引起举手 引起滴筹 引起寻本不安 却不孤单泪眼 引起举伤 举起搜查 引起回应得极放胆 争取怕慢 任暴雨下 志向未倒下 雨伞是一朵朵的花 不负也不散 贵着明天 要记得今晚 令我用真定 面对忧患 若是人生 错过这一晚 怕再没机会 任意负下 引起举手 引起举手 引起寻本不安 及不孤单泪眼 引起举手 举起搜查 引起怀念得极放胆 争取怕慢 任暴雨下 志向未倒下 任暴雨下 志向未倒下 雨伞是一朵朵朵的花 引起举手 引起滴筹 引起寻本不安 及不孤单泪眼 引起举手 举手 举起举手 引起寻本不安 及不孤单对忙 引起怀念得极放胆 争取怕慢 任暴雨下 志向未倒下 任暴雨下 志向未倒下 雨伞是一朵朵朵的花 派元一朴朵朵朵 争取怕安 vais 使勤起对願 冬长确文梯 祝起做阶段 players sli Network 右继神 武生 我低俗 但我舒服 我舒服